到度,广州曾有个病例,一个七岁的小朋友,空腹吃了太多的荔枝后出现昏迷,诊断为荔枝病,最后抢救几时,死里逃生,顺利脱险。 那荔枝病到底是个啥病?荔枝怕糖量那么高,为什么反而会引发低血糖呢?原因有两个方面。 原因一,火糖高,直接刺激胰岛素分泌,在血糖平衡能力方面,孩子的平衡能力差,加上孩子的病情发展快,因此出现症状也比较快。 现在又是剩下鱼胃肠炎、热伤风、病毒性脑膜炎等高把时节重合。 许多家长没有空腹吃荔枝会引发低血糖的意识。 在孩子出现症状后,未能及时就医,或者告知医生空腹吃用荔枝,也容易引起误诊。 有朋友可能会感到奇怪,荔枝中还有大量的葡萄糖和蔗糖啊,比如一个较接嘴硬的品种,它的果糖只有, 3.32%,质糖每8.34%,这么些糖,难道不可以让血糖升高了吧? 并不,这还得从食物的血糖反应说起。 原因二,高糖分造成了血糖反应,进食后,食物被分解成葡萄糖进入血液,血糖浓度就会迅速升高, 但血糖够高,人体也受不了,便会派以早速来拉低血糖。 血糖和葡萄糖升血糖很快,都是典型的血糖指数高的食物。 吃得多食,为了把血糖降低,胰岛素也会相应的使劲往下压。 在胰岛素再往下压的时候,不能及时收入价,就是血糖降得太低,最终引起低血糖症状。 所以,为了避免产生低血糖反应,建议次行不要吃太多荔枝,而且最好在两餐之间吃。 如何缓解荔枝病,如何预防荔枝病? 首先,不要空腹,酒饿的时候吃荔枝。 其次,不要抱也抱食,依次吃太多荔枝。 下切这四类水果,孩子最好别多吃。 西瓜 西瓜属于良性食物,孩子在短时间内饥时较多西瓜,会造成胃叶西式。 出现腹气时,尤其不能吃。 山楂 山楂里有基酸含量高,过多食用会增加胃酸增益,导致肠胃不适。 尤其不能空腹吃山楂,以免刺激肠胃,影响食欲。 另外,山楂会伤中气,极为吃弱的孩子不宜食用。 菠萝 菠萝残有抢色案,它是一种含氮的有机物,有强烈的吃血管收缩,可使血压升高的作用。 吃毒后会导致头痛,过量食用还会伤害肠外。 过敏的孩子尤其不能吃菠萝,因为菠萝含掉菠萝蛋白霉的致命物质。 过敏的孩子食用后,会发生震发性的腹部脚痛,半有呕吐和腹泻,而不过敏体质的孩子食用前,最好在新鲜菠萝铁片用盐水浸泡,让菠萝蛋白霉受到破坏后食用。 毛活 孩子不宜大量进食芒活,否则皮肤发黄,并对肾脏造成损害。 另外,芒活中含有果酸、氨基酸、各种蛋白质等刺激性物质比较多。 还含有胆上基板和全关等物质,对皮肤粘膜有很大的刺激作用。 被芒活接触到可能会出现面部皮疹,口唇红皱,口周发痒,半有嘴唇,舌,也不足热感,繁麻等过敏现象,甚至自知出现皮疹。 所以孩子吃完芒果,要及时清洗接触过芒果的皮肤,并且最好不要过量食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